今天的妝容呢是红唇妆因此底妝非常的重要 我们首先呢先使用这个妆前打底 均匀一下我们的肤色 收拾一下我们的毛孔 让毛孔变小妆容更平滑 小心的均匀涂抹在整个脸颊 用手掌和手指的温度匀开 接下来使用这款粉底液 它的遮瑕力非常的好 所以呢特别适合今天的妆容 因为今天的妆容重点在嘴唇 因此底妆要完美无瑕 那使用棉花棒全脸均匀的点开 之后用海绵来把粉底推开 推的时候小心的推匀 要记得哦像是发剂啦还有像是脸颊旁边的界线 都要小心的推开 眼睛上也稍微推一点粉底液 这样整个肤色看起来就会更均匀 先从两颊推起然后推下巴鼻子 然后再推额头 推的时候是由内往外 接下来使用眼下的遮瑕笔 这个遮瑕笔它除了有遮瑕的效果还有打亮的效果 可以修饰黑眼圈和暗沉的地方 在眼下点开之后呢用无名指撒心的推开 那当然你也可以打亮在梯子部位 让你的脸部看起来更立体 然后今天我长了一个痘痘 所以呢我要来做痘痘的遮瑕 先使用绿色的遮瑕膏在痘痘上轻拍 这样子可以调整痘痘的红色 接下来再使用另外一头 也就是浅色系的遮瑕膏呢来遮瑕痘痘 一样都是轻轻的拍不是用推的哦 如果用推的话呢会把遮瑕膏推开 这样就没有用啦 轻轻的拍 最后再用刚才推过粉底那块海绵 稍微按压一下 让遮瑕膏和粉底融合为一体 最后使用粉柄来定妆 使用刷子来上粉柄 效果就会又遮瑕又自然 用这样子的松刷呢小心的在全脸刷匀 你可以看到我都是有点绕圆圈的这个样子刷 刷完之后你可以看到其实整个肤色变得很均匀 而且没有什么瑕疵看起来非常的明亮 这个样子才可以画我们接下来的红唇妆 然后我们使用深色的腮红来做修容 把嘴巴督起来像这个样子 然后呢在凹下去的地方刷上阴影 这个样子你的脸部就会更有立体感 看起来比较瘦 不过因为呢它也是深肤色的 那上起来的效果也就非常的自然 接下来画眼妆咯 一样先使用我们很爱用的UDPP来做眼影打底 涂匀之后我们就可以来上眼影了 使用的眼影是以裸色系为主的这个颜色 因为今天的妆呢重点在嘴唇 因此眼妆我们尽量保持简单干净 用最亮的颜色在眉骨的部分稍微打亮一下 使用中肤色打在眼褶的部位创造出立体感 最后再用松刷呢把刚才的眼影全部晕染开来 看起来也就会更自然了 然后我们来上眼线液 今天的眼线液是非常非常浅 非常自然也非常细的眼线 因为呢我们不想要抢过唇妆的重点 小心的从眼头到眼尾描绘 轻轻的描绘画出很细很细的一条眼线就可以了 画到眼尾的时候可以稍微上扬一点点没有关系 然后我们来夹睫毛 把睫毛夹翘之后呢就可以上睫毛膏咯 选的睫毛膏也是以自然为主的睫毛膏 你看它的刷头是有点像是小河吞 这个样子的刷头刷出来的睫毛是根根分明 而且每个角度都不放过 小心的游下往上刷 接下来就是重点啦 也就是我们今天唇妆的主角 使用唇刷来上唇膏的话呢颜色会更均匀 而且呢你可以描绘唇形描绘得更完美 描绘唇形的时候小心的描绘因为大红色是很鲜艳的颜色 那你稍微做错的话呢会很明显 描的时候呢尽量把所有的颜色上均匀 可以像我这样子稍微有点像微笑的感觉来上唇膏 上嘴唇也是一样使用唇刷小心的描绘唇形出来 画完唇形之后呢再把内部来慢慢的填满颜色 就像画画一样 最后呢使用棉花棒来修饰一下嘴角多画出来的地方 使用像这样尖头棉花棒呢就非常好修饰 现在看起来有点不均匀不过没关系 我们之后还会再上唇蜜使用的这个是也是橘红色系的唇蜜 那我习惯先在手上这个样子沾再用唇刷这样比较卫生 上唇蜜的时候呢紧上在嘴唇的中间而不是全部都上 这个样子嘴唇看起来就会更饱满 上唇蜜的时候也是小心一下抿一下嘴唇 让整个颜色看起来更均匀 这个样子今天的妆就完成啦 你们喜欢吗 下去了 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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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